這個波音公司可能有隱形飛機的技術 飛機突然隱形 雷達偵測不到 然後再來 美國的國防部 他們的全球衛星系統可以捐 監視地球上任何一個角落 24小時都可以發射事情 他衛星都看得到 美國國防部出來講 他說在那個時間 就是那個時間 時段裡面 那附近沒有爆炸的痕跡 因為你只要有爆炸 人造衛星一定拍得到 所以也不是說某一國的軍機 對 因為你不管是被飛彈攻擊 或是飛機擦撞 一定會有爆炸的痕跡 有人把這次的事件 拿來跟1996年 當時環球航空 他從美國的甘乃迪機箱起飛 他要到義大利區 他起飛 他從甘乃迪機箱起飛之後 結果才十幾分鐘 他就在紐約大概外海上空就爆炸 爆炸之後他也是 但是他這個正在爬升的階段 突然就從雷達螢幕上消失 跟這個馬航也是類似 跟彭吳空艦也是類似 這種突然消失 一定會引起大家多方的揣測 但是美國的境內很多報導也是說 這一定是恐怖攻擊 可是後來各位知道 研究出來的結果是什麼嗎 真的是讓你始料未及 剛剛彭吳空艦說的是蒙疲 他不是的 他是因為他的飛機的油箱 汽油在物化之後 誰知道他這油箱裡頭電線短路 就導致這個 這個物化的汽油就燒起來了 那個時候油箱那邊就發生爆炸 發生爆炸 其實飛機不是說你發生爆炸就一定 必定墜機 到底不一定 而是說當你發生爆炸之後 你導致了那整個區域破損 然後最後施壓失控 飛機就摘下來 那一次230個人全部死亡 因為油箱爆炸 因為飛機的油箱是在機翼 你知道飛機在空中能飛 機翼是最重要的 你只要機翼一邊斷掉 那大概就沒辦法飛了 如果排除恐怖分子的 爆裂物的空中爆炸 而是飛機本身的話 你可能你參考了彭吳空彈 你會發現說蒙疲裂開了 啪 蒙疲裂開 我猜個話好不好 因為我們都覺得說 如果我沒辦法燒到 搞不好我的窩 有三種情況 你根本就不可能火 第一個空中爆炸是 那個火球會把你燒死 對 爆炸的威力會把你震死 對 第三是 壓力 空中是零下40度 你也能死 被鬥死 所以你都沒有死電磊 你也相信你會死 所以不可能有火口 鄭大哥你想想看 以空彈這架波音77的飛機 蒙疲裂開 不是說你裂開飛機就 非得要這麼慘 而是你裂開它機尾脫落 環球航空這架飛機 不是說油箱爆炸 它就非得栽亂 而是油箱爆炸 導致那整個附近的全部都 砰 裂開之後 施壓飛機栽戰戰 因為這個我還是講一下這架飛機 這架飛機就是777 那這架飛機其實它剛出場的時候 大概在民國80年左右 它剛出場的時候就還沒有賣 被接受全世界很多的預訂 從開始下訂單 結果它有邀請我 還有台灣就兩個記者 去西雅圖坐這架飛機 它曾經試航兩次給我們坐 一次都是五小時 黃英哥有坐過是不是 對 大家都還沒坐的時候 我們台灣沒有這個飛機啊 它招待 它招待全世界的記者 那台灣就兩個 兩個擴大 然後邀請我們去波音去坐 新的你也敢去試喔 老實說 他們要讓我們坐 之前已經試飛過很多次了 他們已經研發10年了 所以一架飛機很成熟 真正要賣掉的時候一定很成熟 所以第一就是說 這架飛機過去的飛行紀錄非常好 良好 良好 非常好 因為它才十幾年 二十年左右 19年 19年嘛 這樣 第二個就是說 飛機如果是金屬疲勞 它必須是什麼飛機你知道嗎 就是那種長長起降的飛機 短程的 這種長程的起 因為長長起降的飛機承受壓力 這意思是說 我們松山飛上海 桃園飛香港 這種就是短程的 對 那種短程的 那種金屬特別容易飛 桃園如果飛香港一定是長程 因為它飛到香港一定在轉飛 它不會說只到香港就停了 就不飛了再飛回來 可是你說起降啊 對 起降 長程飛機比較沒有起降的問題 比方說747 對 777 但是737就長長 737因為都是飛區域航線 對 如果從金屬疲勞的角度 它不是不可能 但是它可能性非常小 飛機本身的問題非常小 現在大家就想說 奇怪呢 它要消失的時候 至少機長 像剛剛瑞德講 會 對啊 至少你會求救嘛 但是他們求救就沒有 對 所以其實 我們剛才從 一開始談到現在 已經談了很多的問題 那我們試著從排除 來想看什麼東西 不太可能 節機可不可能 我們現在講說有兩個護照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我的了解來不應對 全世界每天在各個機場 假護照的很多 對 飛上飛機的人 我敢跟大家保證 每天都有人使用假護照 每天 但是你會每天出現空難嗎 那個比例是不對的 所以你今天發生空難之後 去追到兩個假護照 而且還看到說 他們兩個買機票是聯號 還聯號 對 我覺得那很正常 就是可能有兩個人要去北京 可是他們可能 有沒有辦法進入北京的理由 所以我當然要買假護照 那我們兩個 譬如說夫妻好了 或是怎麼樣 我當然使用假護照 他現在買了兩個 一個是奧地 一個是義大利 他們在泰國丟掉護照之後 有報失 這個東西大家要注意就是 他們其實也有可能是屬於 把護照給賣掉了 然後獲取了 然後去報醫師 對 反正那個護照以後我賣了 然後我報醫師 然後賣的人他會 隔幾年之後再去使用 可是非常巧 就是這兩個人 報了醫師以後 國際這個 等一下插個話好不好 因為外交部有出來說 台灣的護照也很值錢 台灣護照很值錢 現在一百多國家 你都免簽證啊 一百多國免簽 所以很值錢 都有幾萬塊的價值 幾萬 幾萬塊 好幾萬 什麼人買 好多人要買 你現在說你護照買賣 中國最多 馬上就會有人跟你接 中國最多 你不要再換照片 太簡單了 他們技術很好 以前就有個笑話說 你在泰國 一旦沒有旅費的時候 賣護照 這時候就把自己的護照 每人問是 對不起 我先補充一下 每人剛剛講說 那怎麼換照片 幹嘛換 林克穎一個黑色皮膚的人 都可以拿著白人的護照出去了 那幹嘛換啊 我國的移民署 那個辨識人臉的那個能力真高啊 那是台灣啦 其他國家的移民署比較好 不好意思 所以你說 是不是有人使用假護照恐怖攻擊喔 我們先回到911的恐怖攻擊好了 911的恐怖攻擊 其實是四架飛機被寫持 兩架撞到Twin Tower 一架去五角大廈 一架在賓州就墜毀了 那四架的恐怖攻擊 他在飛機上要直接撞 一會挖嗎 一會挖嗎 對嘛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他在馬來西亞 其實馬來西亞要上飛機不是那麼難啊 除非他是被大陸 北京一看到 這絕對不能上飛機 所以他需要買假護照是有可能 好 但是如果不是他是視死如歸 他要拿飛機去撞北京的話 他有需要用假的身分或怎麼樣嗎 這點大家要去想 而且他這樣撞北京 如果他要撞北京 為什麼就掉在一下子 對 好 那第二個我要跟大家報告了 就是如果他是要自殺攻擊 他根本不需要用假護照 他去了以後 他根本就不會下飛機了 反正他就不要活了 這第一個 那當然大家還是要去質疑去找真相 可是我覺得這點大家要去想 第二個就是 如果是一個恐怖挾持的話 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那個時間不太對 因為他是12點41分起飛的飛機 6點半要在北京降落 通常是在降落前一個小時 才會去解機 要不然我飛到一半 我機場我有多少時間 對不對 我有多少時間可以去 對 你怎麼會起飛一個小時 或者是兩個小時 你就動作 好 動作過程中有人講說 所以就爆炸了 差3T早已爆 但是那個時間不對 第三個 為什麼機場都完全沒有回報 這樣吳先生也不聽 而且也沒有Mayday 它也沒有 我先跟大家講 飛機如果出現狀況的時候 我即使知道說 我可能沒有辦法 救回這台飛機 也沒有辦法迫降成功了 我可能會墜回 可是還要等人家來救 所以我一定要發出求救訊號 即使我這個機場 這是最基本的 可能這個飛機200個人 只會活20個 可是我一定要告訴人家 在這個點 所以我會幫提供一個位置 可是這就回到剛才瑞德講 有三種通訊的方式 怎麼會都發不出去呢 對啊 所以我跟大家報告就是 它應該是屬於一個 完全來不及 發出任何求救訊號 或是故障回報的時候 就已經 現在韋翰剛剛講的這個 剛剛我們也討論過 事實上日本機師 你不要忘記 日本機師跟越南塔台的說法 也就是說事情發生前半個小時 至少半個小時 就發現無線電通訊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知道 我們不是省 所以我們不知道飛機裡面發生什麼事 可是我們可以知道的是 這架飛機在發生事情前 確實有不尋常的事情發生 比如說無線電通訊失聯 然後通訊品質突然間變差 還有它為什麼突然間 改變航向 突然間轉頭 轉333度 那個不是 那個不是 它在雷達上看到的 絕對不是說它爆炸了 所以它這樣轉過來 不是這個樣子 而是它有飛過來的狀況 然後我真正在飛機上面 事實上它的無線電通訊 對不對 其實我講真的 當然現在找不到 現在還沒有那麼快 要不要黑盒子一定知道 因為所有的聯絡幹什麼 一定知道 不過剛剛講的 爆炸不管是從內而外 或是從外而內 或者是不管什麼 或就算好了 就算是它本來這個機翼 維修的地方金屬皮 任何原因起了爆炸有分 所謂熱爆炸 或者是自己的空中解體對不對 都有一個到我們現在 還不太能理解的事情 為什麼澎湖空爛就是這樣 它不是會解體嗎 會爆炸嗎 會這樣整個拆開嗎 為什麼到現在 已經有6個國家的搜救隊 就找不到殘骸 都找不到 除非它整隻摘下去 對 來 我們先休息 請往下 整隻摘下去 可能先不急 不是 除非它整隻摘下去 要不然你跟我一起 摘下去也會結束 也會 好 我們可以來補充一下 瑞德剛剛講的 有沒有可能是整架飛機最海 最海也會有殘骸 根據美國郵線電視新聞網 CNN他的飛航專家說了 飛機起飛2小時神秘失蹤 是很不尋常的事情 所以因為起飛2小時之後 剛才中博有講是屬於自動駕駛 OK 那麼自動駕駛會按自動規定的巡航高度飛行 所以這個飛航專家憂心 飛機發射訊號系統可能失靈 他說有一台飛機是2009年 發航的空中巴士 這個客機空難 是最海兩年之後才找到殘骸 所以是有這個案例 剛剛沒人講的 摘下去 兩年之後再補出來 可是問題是 通訊壞掉或失聯 不會造成失事啊 你懂我意思嗎 除非你飛進去百慕達三角之後 整個受到實性的干擾 你不知道前面到底是哪裡 因為如果單純只是通訊失聯 不應該是會造成這樣的事 那麼你說會不會空中解體 不無可能 當然不無可能 可是我們百思不得其解就是說 就算空中解體它一定會有殘骸 因為其實你飛機它空中解體的時候 它是一片一片這樣子扯開的 你知道嗎 但是會壓力的關係 我們現在不理解 然後另外就是洪怡講過說 那麼高的高空摔下來一定死對不對 你錯了 曾經有人從非常高非常高的高空 活下來的 那個是奇蹟 那是特例的奇蹟 也許有什麼 他跟他媽媽從空中掉下來的時候 你絕對想不到 一把那個椅子做油 先因為弄到樹 被樹的遮擋了以後 整個插在頭上 就他醒來的時候 當然身上也骨折了 可是他從幾千公尺 五 六千公尺 至少摔下來一無事 他只是擦傷這樣而已 也有這樣的案件 真正 因為這樣不只一起 滿多起的 但是這次顯然很難理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對這些200多名乘客來講已經是 不可能 我覺得凶多吉少 我認為是完全不可能的 真的是 因為你如果飛機你也要降落 世界機的地方 不然他的消息 不管是馬來西亞還是越南 你那麼大的飛機迫降 現在一定都知道 你空中油料都不夠 可是鄭大哥我覺得 我覺得不能理解的是 馬航公布訊息 跟整個處理的態度 非常的不明朗 為什麼 對 現在大家就在討論這個問題 他們說馬來西亞很曖昧 而且情資都不公布 為什麼 就很怪 剛剛李煌給我講到一個重點 就是美國他們的戰管的衛星 認為那個當時並沒有爆炸 這個就是直接排除掉 他被誤擊的可能 但是不知道中間 是不是有訊息上的錯誤 或者是有人說謊 如果他在空中 我們剛才講的這個例子 如果在空中直接一個 飛彈過來把他擊落 那有可能 機長根本來不及我 我就被飛彈擊落 可是那也是爆炸 美國說沒有爆炸 對 那些問題就在這裡 除非是美國的飛彈打的 誰忘了那個地方是越南 你知道嗎 所以美國飛彈不需要做這樣的事 第一個你剛剛講的就是被誤擊 那就是爆炸 那你美國也會發現 其實誤擊還滿符合 再來如果自己爆炸 美國也會發現 只要有爆炸一定會被偵測到 對 所以其實 找不到殘骸 然後說沒有看到爆炸的火光點 這都是對於這一次的研判來講 是一個很大的困難 就是誒 怎麼又不是 怎麼又不是 然後以澎湖的那一次的 那個空中來講的話 空中解體之後 那次是碎成兩個大的主殘骸 然後很多小的殘骸 任何包含了救生衣 然後或者是坐墊 行李箱 它都會在大概一天兩天 都會浮上來 而且會有很多的這個失手 一些石塊 沒有 那是全部都那一片海域 因為其實我 它在空中解體的高度越高 它散的這個範圍就會越寡 你就很難去找 我不知道